你猜一下 如果香港這樣看 大家雖然脫離年輕人的時間很久 但是如果我們將年齡界別放在18至39歲 18至39歲的香港年輕男女 你們現在看到的這樣計算 你覺得有多少個%有機會從來沒有性經驗 我猜很少 我猜18至39歲 Francis沒有 Francis說沒有 但在你們眼中聖經驗是否有性經驗 我猜到哪個算不算有性經驗 什麼猜到哪個 猜到哪個 什麼猜到哪個 我代表什麼猜到哪個 很難的 你記得我在你的節目分享過嗎 你記得我在你的節目分享過嗎 你忘記了嗎 說過兩次 不是 他破署破兩次 是 我記得了 第一次就是在哪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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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在泳池那邊 跨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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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無論經濟體系環境 人與人之間的溝通 以及人上班族的壓力 都是挺像香港 日本最近有個研究 整個日本 國內 介乎18至39歲的男女 有25%是沒有性經驗的 即是四分之一人 25%是沒有性經驗的 香港也是直逼這個 有沒有那麼誇張 紮籃 毒銀 毒銀和紮籃 毒銀和紮籃 昨天Coco整個字都說了 神經病 我才有顧忌 越不用有顧忌的人 越有顧忌 他只是說銀嗎 他不是說銀 他說七 靜音 他說靜音的七 然後Michael就說我 Alan 就說個瘟字 Alan 但我們也是 但那個怎麼跟 我們那個也不是 那個也不是 因為你也有瘟手小菜 瘟化 瘟化人 也不是粗口 你想Aka聽話 但Coco的七字 但是是靜音 他那個真的是粗口 我不知道 我不是在 你聽不到 我就當我不知道 他是烈女 我們今天又試試看 他又會不會再 烈女 待會我們忍 但我們自己很喜歡 看到Coco說粗口 但Coco從叉燒場開始 都已經是 等於看賽車 你是想看他炒車 我沒那麼黑心 死不死 人們站在大廈 他是人渣 他是人渣 你是想有人被鎖 你不會想他看 那兩個平安無事 嗨一下臉 所以他帶來很多 笑聲的高潮 你說這本是多 毒銀和宅男 宅女 其實我也有看一個佈局 其實他有個原因 我覺得其實 都是有點慘 因為很多他沒有田 讀L是一個原因 由慧晶說 賭物也沒有地方 沒有錢 沒有錢你找不到女 因為吃飯都說 幫你去大廈堂 那當然不錯 你找不到女 更加想進一步 更加不可能 什麼經驗 所以這就是價值觀的問題 為何這麼說 剛才Michael說了那個原因 沒有錢 沒有錢是不能賣的嗎 不是的 可以在橋底找東西 樓梯處的位置 你找不到 你找不到 我破署那天 我全身代得夠幾歲 那又不同 以前的香港 大家真的沒有錢 在山肉 我記得我有一次 跟李明星吃東西 還是他給錢 我那天很內疚 很尷尬 我不敢吃 所以 把他給予回 就不破署 你請我吃東西 我請你吃別的東西 我給你 但是 如果你以年紀 你介乎30至39歲 而沒有性經驗的中年人去計 因為剛才他那個 介乎18至39歲 中年人也沒有性經驗嗎 30至39歲 在英國、美國和澳洲的比例 只是佔1至5% 但是同年紀30至39歲 在日本就10% 其實也挺嚴重的 從來沒有性經驗 39歲也從來沒有性經驗 從來沒有性經驗 那真的是枯乾的樹 我想像不到一個人39歲 都沒有射過波 不,他有自己搞定 不,他有自己搞定 例如看AV 自己搞定算不算性經驗 不算性經驗 不算性經驗 我想他這個性經驗 就是跟異性 自己搞定是性經驗 異性有性經驗 就是我前陣子 自己搞定不算 有些朋友真的很變態 有些朋友真的很變態 你不要以為 他把自己搞定的影片發給你看 不是 不簡單 他發了一篇文章 連隨著應該的文章 因為我沒有仔細看 應該是有些YouTube影片 還是不知道什麼 他的題目是 男士如何自己用口解決 我知道 說 叫人 我過來 過來 用口說 這是IQ題 這些是IQ題 這樣就可以了 是嗎 不是 你怎麼想看 你不會想看 IQ題 不是 他是很正經的文獻 不是一般 或者互相幫忙 全英文 自己 自己用口 互相就不是自己 也是 也是 你看了沒有 告訴我 我不看 你神經的 學術論文你要看 要看的 我這麼多其他論文還沒看 我作為一個教授 他現在在說 我不看這些 這是什麼論文 好 現在整件事 剛才Michael說了底腕 為何低收入的人 又會少性經驗 這是一個學術問題 一個階級問題 窮人 連性經驗都比有錢人少 或者沒有 其實很容易猜 我再透露多一點 報告裡面指了 低收入的男士 比低收入的女士 是更加大機會沒有性經驗 為何 很容易猜 為何 因為男人要找人來 搞女兒 比女兒 女兒出現窮 女兒肯搞自己 比較容易 你出去賣 出賣身 那也不一定賣 或者找男女 男追女 比較少看你的身家 你做了什麼事 不是女追男 不是男追女 男追女 不會理會你的女生 究竟你賺得多不多錢 收入高不高 這是父權文化 性別研究要搞 中大那些要搞 沒錯 但女生接不接受男生的追求 就會好看她究竟職業收入如何 這個跟香港也近似 就是日本也有這樣的價值觀 近年的價值觀 就是變成這樣 從80年代開始 根據明治大學的一個叫做綠島謀 這個分析 他就說 他真的叫綠島謀 綠島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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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是綠島手 又不是綠島腳 他是綠島謀 他說日本出現了很多處男處女 或者跟40年代開始至80年代的經濟轉型有關 當時白領 就全部被視為最理想的交往對象 這個價值觀 香港以前也試過 白領階級 很像的 藍領以前就不流行鄉 白領是流行鄉 現在不是的 現在炸鐵又找得多個部門經理 現在是 所以他們因為這個白領的價值觀 一直遠遠流長到現在都覺得 你找男朋友 當然找一些辦公室職位不低 賺得到錢 其他無論是藍領或職位低 那些人 沒有藍領 沒有藍領 又沒有藍領 又沒有藍領 對 沒有藍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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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還是回家J 幸好日本的AV產業這麼豐盛 要不然他們全部都會含吐 我真的自己含吐 很害怕 但這些都很慘 很慘 很慘 看不到將來 他們一直都是這樣 其實這一篇 大家不要以為拿出來笑 反映了 我告訴你香港 可能已經是 又或者現在未來 也遲早是 真的遲早是 貧富懸殊之下 因為有哪一個 你想想上兩個月 就有些文章在forum上 說 如果自己有個女兒 選老公 就不要選公屋渣男 你記得嗎 記得 走山也要說 走什麼山就不要 這個走這個山就可以 對 即是如這一種的趨向 其實再拓展出去 Mike也不是說 去宿營的女生 打給媽媽裝飯 也說找個男人去裝飯 你記得嗎 我不裝 不要以為公主 這樣就沒有了 即是說 接著下去 會有很多 你窮銀 就變成毒銀 窮銀 毒銀 最後就是孤獨銀 對 即是那些這樣 即是沒有辦法 整個世界 就連一個原本 譚情說愛 然後性 這些很基本 很基本的權利和需要 都被有錢沒錢 這個階級 分化了 其實是一門經濟學 對 是一個我們最見不到的 正在經濟學 正在發展 正在發生 這就是令我想起 為何我無緣無故說這件事 我另外一件事 完全風馬牛不相及大 但我昨天聽到課 就是葛佩繁華 叫民主派那些 不要再用政治去凌駕 那個叫做什麼 民生和經濟 然後我第一件事就想 什麼議員 民生和經濟 就是政治 政治 分不開 政治就是牽引著 經濟和民生 什麼鬼 政治就是牽涉經濟 如何分配 那些東西 牽一發動全世界 等於我剛才告訴你 其實原來經濟又包含了 你有沒有愛 還有有沒有性 沒有了這兩個東西 就沒有一個正常人生的生活 沒有了下一代 沒有了希望 糟糕 你現在不可以跟那些戴著有色眼景的家長 說自己的女兒應該認識什麼男朋友 那些說 你不要用經濟去凌駕愛與性 他會告訴你 你也瘋了 愛與性根本就是跟經濟直接掛勾 沒錯 完全影響了 根本一模一樣 不要看賊 十二點鐘 我們回來的雙哥時間 好